大部分是在学前那段时间 我们是期待说 看他们慢慢就会走路 或者说他们会慢慢认知比较好 可是因为由于他的进展实在太慢 那我还甚至跟我老婆讨论一个问题 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像那个弟这样子 那可能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他提供的问题 就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认字卡 去把这些东西学习得很好 那也许就是他当时的脑伤 伤害他自觉脑伤太严重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 把重心放在那个就是 去期待着我们的女儿 能够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我们比较胖 在怎么样把生活过好的方面 我们一家已经适应了过非常人的生活 当我们接受了这些事实 日子就正常起来了 我们跟上了正常家庭的脚步 这些表面上的正常 里面是每个人非常的努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